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有知情者告知官符 赏金两万两 盖帮 华山 腾山三派暗花已经出到了十万两 我再追加三十万两 你们只管抓人 生死无论 全是 全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几个去那边找 是 你们几个去那边 好 其他人跟我来 保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跑不了 此时你穷途末路 杀了武林盟主 你跑了 少林僧也跑不了 少白啊 乔盟主的死有些蹊跷 你跟我回去 与各大门派做个交代 我保你无事 你不死 我不活 如果人心都这么伪善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活着 这真热闹 这是牡丹花会 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有很多人来这儿看牡丹 就赶上今天的武林大会 所有人特别多 这些武林人士可真有意思 各派搏好自己的事不就行了吗 干吗非要选什么武林盟主啊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这么大一个武林 没有盟主会乱的 乱了才好呢 这要他们狗咬狗 谁赢了谁就是老大 你说那个乔盟主 这么大的人物 干吗要找你查案呀 查什么案 他还没跟我说 盟主 武林大会的现场 已经齐发成了 盟主 盟主再过三天 我一定交功 盟主 好 盟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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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找什么啊 刚才还是一个人 现在怎么多了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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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吧 都怪你 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来晚了来晚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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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李少白 各位 我觉得比武之事大可不必 每届武林大会 各邦各派都有所损伤 为了一个武林盟主的位置 武刀弄剑 已经违背了当初各派结盟 创办武林大会的本意 赵长老的话很有深意 创办武林大会 本意是让各派和平相处 可是不比武打类 怎么又能选出一位武功高强 德高望重 让所有人都钦佩的武林盟主呢 比武选出的盟主 武功肯定很高 可谁又能保证 他德高望重 会让所有人都钦佩啊 放眼武林 能够达到你说的条件 只有三人 华山派的天剑老人 少林的惠人方丈 还有就是现任盟主 丐帮帮主乔上舟 不过可惜啊 天剑老人已退隐多年 惠人方丈又身居禅院 那么唯一符合条件的 就只有乔盟主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比武 再选盟主啊 乔盟主的武功品德 当然是人人敬仰 可他不是借其满了吗 之前说过 武林盟主不能连任 你就是上了擂台 又能打得过谁 尤大侠 麻雀虽小 他有张嘴呀 我们顶赃派 虽然不如华山强大 可也是武林一分子 我倒觉得所掌门 说得有道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丐帮势力虽大 可也不能总占着盟主的位置 带头破坏规矩 听见没 还是有人赞同他 他当然赞同了 他早就想当武林盟主 不过所掌门 你不要忘了 你师弟是怎么死的 你 看着瓷器的色泽 光鲜亮丽 一看就价值不菲 谁都想得到他 可是你把他碰在手里 又冰又冷 这种稍不留神 掉在的地上 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李少白 你说说你的看法 他 在下学识浅薄 选盟主这样的大事情 实不敢察言 你不必谦虚 你是少林弟子 又是惠仁大师的沟图 老夫 老夫 我想听听少林的意见 少林虽然是武林一份子 可惠仁大师 从不顾问武林重事 何况他又是个俗家弟子 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讲话 我想听 你不认识 既然大家都想当盟主 晚辈确实有一个办法 既不用比武 又公正公开 保证每个人 都有机会当务 什么办法 抽签 谁抽到 谁做盟主 胡闹 皇口小儿 武林盟主的位置 岂能用抽签来决定 你算什么东西 姓虞大 无论用什么办法 也轮不到你做盟主 别吵了 各位 对乔某的好意 我先领了 我乔某 年事已高 体力 打不如以前了 你心想为武林做点事情 也是力不从心了 既然各位都有所想 奈们还是按规绩办法 比武定输赢 二位王教兵 二位王教兵 前进 二位王教兵 二位王教兵 拍手 三位王教兵 二位王教兵 三位王教兵 二位王教兵 二位王教兵 这是什么呀 本姑娘亲自熬的鸡汤 会不会太粗糙了呀 要你喝汤又没要你吃毛 怎么样了 见到乔上舟了吗 见到了 不过武林大会还没有开始 歌掌门都吵起来了 我给他们提了一个抽签选帮主的意见 却没人同意 也是 人心险恶呀 抽签也能是假的 人心险恶呀 来 吃一下喝 我 不饿啊 饿了吧 咽了 咽了 好喝吗 好喝 再给你盛一碗啊 喝了吧 你这要干吗呀 你这要干吗呀 我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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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好喝 我都喝了 你看我都喝了 我都喝了 为什么要反对比武 如果乔上舟继续当盟主 那你 我有自知证明 盟主这种凶险的位置不适合我 盟主是为官活到武林各派的利益 必须要厚得仁义 威望服众的人才能担当 如果乔上舟不做梦主 那整个武林 不敢想象 那我们怎么办 别人已经把刀架到脖子上了 我从无怕威胁 可怕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新发明 把他搞在枪上 把耳朵搞上去 只能听见葛丽在说什么 原来李莎把你 干这种下三难的事 天头来 不久的将来 他会成为 非常出名的太阳工具的 来 他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听梦了 我们的事是报应 你后悔了 没有 五大派 少林丐帮 横山华山昆仑 少林寺不干涉武林救恩 赵永明表面上是昆仑派的长老 实际却掌管昆仑派所有的事 不知道 他站哪里变 我们俩若不帮着孝上舟 整个武力真的全乱 事到如今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反正我都听你的 师父 什么事 岳师兄 把横山的人打起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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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师父 为什么要打架 因为他该死 他就把你追尽了 冷静 他我会有 正常死 你怎么办 好 你快走 我快走 他最近接触过什么人没有 没有 没有 李少白很聪明 你小心一点 他早就已经发现了 窝囊 是窝囊 每天眼面而火 见不得光 见不得了 怎么说 无非还是百万流税 赐金省金 你居住人 在这关键时候 我不能对不起乔宝宝 你还真准地 听他们对着吗 这篇宝宝一起实践 犹如唐笔当成 我们明天就走 别散了 早一点 没想到 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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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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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门 说了 两个人的身上都没有伤口 更没有中毒的痕迹 盟主 只有请到一个人 才能救得了他们 谁 天下第一神医 求善得 初前辈 我该去 他们二人应该是中毒而死 邱先生 我们也检查过尸体 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 江湖之大 无其不有 用毒的法子也是千奇百怪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问题就出在那两株牡丹上 前辈 您说这牡丹有问题 可否告知小碑 这是今年花卉的花魁 白的叫催泪 红的叫怨红 是花王老七用药物培育而成的 你看它比一般的花大 能世人麻痹窒息 从而产生假死状态 如果假死状态一长 就会危及人的性命 他胡说八道 这花根本没有毒 现在的小辈真是越来越无力 看来你也是用毒的高手 我师父就是天下第一毒王 莫千里 原来是莫兄的高徒 不过你比你师父可是差远了 这花本身没有毒 就是刚折断的时候 静部的枝叶能幻化成毒气 瞬间弥漫整个房间 不过没关系 毒气早已散尽 前辈 他们两个人还能否救活 不是我不想救 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人有假死和真死之分 假死之人虽气息已全无 但魂魄俱灾 五七日之内必能救活 而真死之人 桑魂七魄俱散 虽华佗在世边阙复生 也是无能为力 我看 恐怕没这么简单 所掌门 你什么意思 你敢怀疑裘先生 别吵了 把他们两个 分开埋了吧 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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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马车那个人让他进来 前辈这儿 为什么挂这么多笼子呢 就是装卸蛇虫禽鼠 为什么都是空的 大部分都被我开肠抛肚 摘星换大 蛇虫禽鼠 结实生命 前辈这么做 会不会太残忍了 你们佛家人切实慈悲 藻地恐伤 搂以命 爱惜飞蛾 杀找人 我祖不忍心老鹰挨饿 还能舍身割肉 而我就是个郎中 只知道致命就烈 任何有用的法子我都得试 我总不能拿真人开刀吧 我叫邱善德 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 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我积得行善 可什么是善 什么是乱 如果一个人奄奄一息 必须开肠抛肚 才能救出念 我是吃来念佛好呢 还是拿小动物做实验 再来医治好人的命 佛说善恶 是要人驱出心底的邪恶 本性向善 求贤为致命的救人 是善君 陈奎你知道吗 当然记得 当然记得 他在开封府咬舌自尽 是我救人 还给他安上舌头 有人说他是个恶人 杀人很多后该救 你觉得我是对 还是错 什么武当化有毒 打死我都不行 一一五七 到底五还是七啊 一点谱都没有了 什么三魂气魄不散的 中了本姑娘的毒 我看你散不散 看什么 我 我找李少白 出去 你以为你戴个面具就隐身了 变色聋的 前辈的做法 是对的 医者 只需救人 无问善恶 看来咱俩是有话可说 您好像知道凶手是谁 什么意思 有掌门是谨慎之人 和白掌门的事情 遮掩还来不及 怎么会在武林大会的时候 送茶花呢 有点意思 继续说 二人都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 即使中毒 应该也有所察觉 他们不光死的蹊跷 还躺在一起 所以呢 所以二人是被人杀害 后把尸体放到一起 就是想挑起横山和华山的矛盾 你刚才说了 说他们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世上能杀他们的 没有几个人 而且屋内没有打斗的痕迹 他们身上也没有伤口 这就是晚辈想不明白的地方 特来向前辈请教 牡荡肯定有麻醉的作用 他们两个人肯定死于 极其阴毒的武器 是 什么武器 桥上舟的独门绝技 因首一之差 华山银贼 正找你呢 老子也正要找你 这早已被少林寺列为进修的武功 被少林进修南少林不进修 那桥上舟在如改帮之前 早已在乐山林寺出家了 前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救过很多人的命 他们在临死之前 总想把自己心底的秘密 告诉别人 有一天我死了 前辈不要救我 我有很多心里话 不想和别人说 好 好 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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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看 看 走吧 我好像错过了很多好戏 有个黑衣人一直跟着你 我把你引走了 阿爷给别人指指 刚才恒山和华山我拼了一场 伤了不少人 这我想到了 乔上舟只用了一招 就制服了他们 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刚才我在街上闲挂 四手脱了个面具人 面具人 你认识他 之前他一直跟着我 等我找他时他又不见了 那就对了 这是他给你的惊喜 是 谁 这 我听说有掌门和白掌门 根本就不是众毒死的 是被人杀死的 他们武功那么高 谁能杀得了他们 这要看跟什么人比 跟我们比 他当然算是高手 可要是比起武林前五的派 一招也接不住 这就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现在武林的前五名 惠仁大师身居禅院 孝书生世才自傲 不屑于武林人为伍 艳师三最新武术 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要了 早已是半疯半杀 那掌管天下兵权的庞将军 要杀个人 还用得着他自己动手吗 那您的意思是 是这桥掌门杀了他们 这话可是你说的 这话可是你说的 可是你说的 警方 要好好管管你这张嘴了 要好好管管你这张嘴了 这话 我可没说 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谁都不要乱猜 这老师 盟主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与掌门人多事众啊 闪开 我要见乔盟主 我家师父这会儿不便见客 有掌门 白掌门死得不明不白 瞧上周身为盟主却不闻不问 而现在他又躲在房间不露面 你师父是什么意思 有掌门和白掌门是中文的死 他们相信我可不信 于海山不是傻子 我师父不想被人打扰 你瞧上周 我看你这个盟主是做到头了 秋一明月 春色和风 山水有灵 一惊知己 队子是好队子 可惜不合时宜 现在外面有人 怀疑是我杀了他们 晚辈也是这么想 因为只有您 能轻松杀了他二人 我为什么要杀人呢 杀了他们 调起恒山和华山的矛盾 您在出面调解 既铲除了对手 又树立了微信 您这一石二鸟之计 可以保住武林盟主的位置 你老夫 我还没那么下作啊 您找我来查案 却什么都没说 您叫我查什么 现在有人 挟持了几大派的掌门 企图控制武林大会 我们明天就走 名次呢 名次还重要吗 邱建琼 白素英的死 那仅仅是个开始 我让你帮我调查 究竟是谁 在背后作梗 谁的势力 可以挟持几大门派呢 叶插门 叶插门 又是叶插门 这么说您找我来 不是为了查案 是为了监视我 你说得没错 你和叶插门 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不管你信不信 下一届的盟主 肯定不是我 为什么这么说 武林 你根本看不清 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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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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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向你请教 这个俞海山想当武林盟主 都想疯了 一大气小 不要脸 左掌们 你给我上台试试 这可是给你师弟报仇的唯一机会 我才不跟他打呢 比我刚开始 就上去跟一帮小辈儿交流 也不怕丢了自己的身份 几年不见义掌门的武功清晰不少了 无才无德 即使做了王主也难以负重 还有谁要上来吗 来 赵宅王 您不上去比试比试 所掌们 盟主说过 这牟林盟主的位置 就像那个瓷瓶 说碎就碎 来 既然没人来 那这武林盟主 余掌门 手够狠的呀 灵雁姑娘 你跟她很熟吗 灵雁姑娘 白掌门尸骨未寒 你横山有五种 回去吧 我不想上了你 多说无意 谁伤谁 还说不准 一见七十 一见七十 走啊 爹 李少白的事情 以后就让林氏去办吧 爹 你不准再踏进鼻鼓场一步 我是你儿子 为什么我不能做盟主 武林不是丐帮的武林 更不是我乔上舟一个人的武林 一个黄头小儿 你能知道武林盟主的责任和担当吗 您慢用 空同派的弟子现在可是没人管了 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这个灵验的功夫还真是了当 没想到衡山还有这样的高手 可连鱼掌门也是一世英雄 就这样说没就没了 这乔盟主也不出来说句话 而让一个女人当盟主 这成何体统 各位 着什么急呢 他只是打赢了今天这一场敌人 这各派的高手还多着呢 再多我都等你 三天之后比武大会结束了 再没人赢你 这盟主的位置就是我的 零眼姑娘 我有一个做面具的朋友前两天死的 我gran My Honor 它叫面具张 这个 brown 大姑娘 有人给李公子送样东西 他不在 给我吧 李公子 起来这么早 早怎么早 没人叫你 抓了你 对了 李公子 昨天有人给你送东西 你不在 我交给赵姑娘 晓儿 叫车 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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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起来 我给你吃了什么 好 为时粉则丸 老姑娘容貌 艳若逃离 你搞不成情 这九千辈救了你 不要紧 回去告诉墨千里 他可欠我一个人情 给个要玩就欠个人情呀 那得上病还不得欠你一辈子 回去多注意一些 千万别乱接别人的东西 秋千辈得一双心 很被佩服 你在找什么 那个盒子 你明明知道盒子里有毒 为什么还要打开 试试 是什么 牡丹就是有毒 药效也不会那么快 所以盒子一定有古怪 继续说 失毒之人把毒抹在盒子里 不管接受的人碰不碰牡丹 都会中毒 而因为你是李少白 所以为了不留线索 盒子必须会收走 所以你就以身失毒 这点毒只能上到本姑娘三分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 那你紧不紧张我 你不是认为这么做 会有些愚蠢吗 鱼 杠也 憨厚刚直 蠢 虫冻也 春雷想冻 动物们纷纷出来找吃的 我就当你没骂过我 给我来碗鸡汤了吧 好 现在外面看得沸沸扬 据说有一本 记录着五云中不少人丑事的门册 这恒山华山派掌门的死 都与其无关 道听途说 乔盟主 现在在排除异己 我们会不会有一回钱呢 我连入局的资格都没有 请问哪位是天龙门的赵大佳 我就是 岳师兄 这是有人送你的东西 赵长老 赵长老 小车 索清风索大佳吗 是 有朋友送东西给你 我这里没朋友 不如 你帮我打开 这里的东西 给你吧 来 来 来 这给她吃完药 有个半天就应该能醒过来了 有劳邱先生 万华楼十余人中毒 救活八个 死了三个 真是犹如我义武器的名声 邱先生 你已经尽力了 何必自责呀 赵长老 你信得可够快的 多谢邱先生的灵丹妙药 华山派真惨 参加一次武力大会 掌门人死了 连这有出席的大弟子也挂了 我看这事就跟林彦有关 他那么狠毒 跟华山又有过节 你有证据吗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中毒 救他们恒山派没事 中毒的人未必是好人 没中毒的人也不一定是凶手 只有死了的人才是清白的 你怎么总帮他说话 你能解毒吗 凶手这次用毒是挺怪异的 义武器能救活这么多人 也挺不容易的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干什么 去趟乐山 银云寺 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主持 我不去 你就是想把我赶走 自己跟那女的鬼混 我是一个和尚 有那么多清规戒律 怎么和别人鬼混 你就是个饮酒吃肉 喝鸡汤的假和尚 今天不提鸡汤的事 我就是一个苏家弟子 这忙你爱帮就帮 不帮就再也见不到我 你威胁我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你就不能走门吗 习惯了 原来和尚也谈恋爱 洛杉梨这儿 少说有两千多里路 你真不怕他出事吗 留在这里更危险 王王本的事情怎么样 没有他的消息 从洛杨到开封 以及这边所有的城镇 没有他的影子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你的推断是证据 那个被扒了人皮的 不是真的面具账 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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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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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主到 董主 快去找一五七 丑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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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先生 你何苦自杀呀 牡丹使者 少来口信 说如果我再救一个 他就杀两个 我空有一身本力 却眼睁睁 看着他们死去而无能为力 丑先生心善 仁慈 老父我十分地敬佩 可是你死喽 那还能有谁来对付这牡丹花毒啊 要我说 这武林大会 就别开了 失毒的失毒 解毒的解毒 这武林大会 都快成了疗毒大会了 咱们各自回家 还是由朝盟主做老大 天下 也就太平了 清风 你怀疑我 天地良心 小弟 小弟怎么敢怀疑 乔梦主呢 我看不通 这儿 豫帮主 连命都搭进去了 不管怎样 武林大会 一定要继续办下去 牡丹使者 本事再大 也不可能对付整个武林 整个武林 我听说天剑老人出关了 他的徒子徒孙都死了 武林浩劫 在所难免哪 老人家 您是花王老七 我叫李少白 这里的花都叫人包 明年再买 买花的人 您一定认得 万花楼 很多人种了这种牡丹的毒 花有什么毒啊 毒的是人心 万花楼不是你待的地方 你回少林寺去 你好像 很了解我 到底是什么人 就是在他 吧 牛皇三泉 张归四泉 甘草八千 黄铃四千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中了阴手一只蝉 还能活命 你真算是命大 上午的武功 是铁纸蝉线 不是乔上舟的阴手一只蝉 谁说阴手一只蝉是一根手指头 也许是一巴掌 你人很聪明 就是武功 王花楼不是你待的地方 还是早点离开吧 既然乔上舟又杀我 又为何把我送到你这儿来医治呢 我没有说过乔上舟啊 我没有说过乔上舟啊 妈 赵乔公主 什么事儿 秋山柜让我给乔公主送药 什么药 掌柜的说是你当花笔的药 这儿 这儿 你先出去吧 是 师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看不懂 少白 竟然杀了乔蒙主 我没有 杀了我师父 可是 他还杀了北长和游长 也就是我太使者 所以他们都死于少林阴手医治禅 怪不得抓不动人 原来就等了身边 我师父偿命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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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掉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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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李少白 跑不了 此时你穷途陌路 少白啊 乔王主的死有些蹊跷 你跟我回去 与各大门派做个交代 我保你无事 你不死 我不活 如果人心得那么伪善 可是还有什么意思 喂 你懂武林吗 黄泉在南 叶叉在北 一正一邪 一邪一正 武林 就是在他们里面 两者之间的一片铃 武林 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的 宛充地带 凡是武林中人 最后 无外会两种结果 要么成福 要么成魔 这种平衡 一直是由您来把控的 历劫的武林盟主 都在维护着这个平衡 现在有人要破坏他 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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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武器是宫里的人 他既要控制武林 又为何要救我 他也差为何不杀我 原具章为何夹死脱身 灵雁 灵雁为何要去面具店 他到底寿命何人 乔小山又在哪儿 又是谁 在威胁尤建军 难道 他死了 他死了 在哪儿 他是人的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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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我给大家论一收 音阳八爪圈 好 好 好 有请新任盟主求善德 有请新任盟主求善德 上台接掌武林大业 求盟主心善仁慈 德高望重 虽然不会武功 却能以德服人 从此以后武林再无纷争 求某何德何能 担此重任 既然你无德无能 就不要玷污了武林盟主的称号 赵长老 听令他们讲什么 小白 你还活着 我死了 谁来揭穿你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向你这位新盟主 讨叫他 我只会看房抓药 治病救人 一五七 你不是说你不会武功吗 一五七 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你怎么会我师父的阴手一直缠 诸位 天下武功出少礼 你 我这点皮毛功夫 只是为了活动筋骨 强身健体而已 怎么能与乔盟主相提并论呢 你确实没资格 和乔盟主相提并论 台上这位新盟主 你们仰慕已久的神医 也是令你们闻风丧胆的牡丹使者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少白 你我无冤无仇 为什么在众人面前造谣声势诬陷于我 你看那边 龙九手里面拿的是一本 记录武林各派丑闻的名册 你用这本名册 要挟百掌门和尤掌门为你办事 无非还是百万油税刺金手机 名册呢 名册还重要吗 两人不愿意受你的摆布 你就杀了他们 好 然后嫁祸给乔帮主 他们两个人肯定死于极其阴毒的武功 什么武功 乔尚州的独门绝技 阴手一之禅 因为你跟他一样呢 练的都是阴手一之禅 那乔盟主是被你杀的 在座的作为帮主亲眼所见都可以作证 一定要死人吗 一定要死人吗 宫里是不会让我活下去的 只有我死 你才能拿到揭发医务区的铁证 也只有我死 才能激发起整个武林的愤怒 来维护武林的尊严 也只有我死 才能留住我儿子的一条性命 乔帮主 乔盟主 是刺杀 是被你送去的解药逼死的 被我逼死 真是笑话 说一代堂堂盟主 被我秋某逼死 天下人相信吗 他们中了牡丹花毒 我好心送去解药医治他们 难道这也是杀人的证据吗 装解药的盒子里 装的是乔小山的眼睛 你抓了乔小山 挖去他的双眼 乔盟主不忍儿子在受折磨 写下遗书后 就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你抓了灵艳的父亲面具章 以此要挟灵艳 杀了自己的师父 让面具章 做了乔上舟的面具 自己杀人再救你 既铲除了对手 又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人面兽心 蛇蝎心肠 这些词都形容不了你的恨 李少白 你真是恩将仇奉 那赵灵儿中了牡丹花毒 如果不是我出手相救 她能活到今天吗 灵儿是在以身士族 为的就是揭露你的谎言 牡丹花没有毒 有毒的是装牡丹的盒子 乔盟主死后 赵有名马上出来支持你 你这个盟主就当得顺理成章 一呼百应 凭你巧舌如晃伶牙立直 无凭无据何人可以作证 妈 她们是谁 一个是四处避难的面具章 一个是被人绑架的乔小山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是灵雁告诉她的 您就是面具长 没错 我还是灵雁的父亲 我受了义武器的利用 帮她做了乔盟主的面具 事好 情是难 可是没想到 义武器怕我说出去 竟然动了杀我之心 我只有躲到这里来 这次 我凭死救出乔小山 我的心里 也得到一点危机 你还认得她吗 面具章 面具章 第五七 你真是蛇血心肠啊 面具章曾受乔盟主的恩惠 为你做完面具以后 你这心存愧疚 你担心事情败露 急得杀人灭口 他只能让自己的大徒弟 易容成自己 才保住一条命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还指正你 历界的武林盟主 都在维护着这个平衡 现在有人要破坏她 易武器 易武器 他背后一定有人操控 不是黄泉 就是叶茶 是功力 是功力掌握着大权的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来了 大野茶也来了 这样一来 武林大会 就平衡了 我不明白 以后 你自然就会明白 对 你收受贿赂 明显暗夺 拉帮结派 搞得无人鸡犬不良 不就是想当好别人的一条狗吗 李少白 李少白 你坏了我的大事 有你当盟主 你自己信吗 你知道那么多 怎么不敢全说出来 全说出来 武林还是武林啊 那叫来吧 那就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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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让你来 想跟你说几件事情 第一 我儿子还在面具章那里 等到这事情结束以后 劳烦你 把他送到少林 完备记住了 到时候 灵验就护送你 找到面具章 让他出来作证 来揭发一武器的勾当 揭穿一武器 凭我一己之力 恐怕斗不过宫里的人 大叶茶 请来了天剑老人 天剑老人怎么会帮大叶茶 天剑老人 是在这三股势力之外之人 他不会影响平衡 这也是大叶茶的一部妙棋呀 最后一件事情 我跟你说完以后 即可是死 有机会 你要把这事情的经过 告诉林志 林志 你要去哪儿 我把师父的骨灰 送去六山灵约寺 瞧盟主 对 就是一只桢 一只桢 一只的九里 严密尝盟主 还有什么 你还要去哪儿 师父早有交代 其实早在武林大会之前 新盟主的人选就已确定了 为了一个武林盟主之职 真的有如此大动干戈吗 师父是想 给新盟主一个干净的武殿 乔盟主用姓名换回了武林的尊业 赢得了整个武 少白兄 你功不可没 您志在这儿 谢谢了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来 去吧 你李少白蒙前蒙后 不了什么也没得到 有这大把时间 这真金白银早就一马车了 我曾以为你是一个志向高远的青年 未曾想你也如此这般 数目从光 你不要叫龙九了 叫龙鼠吧 少废话 林志走到之后 有没有告诉你 新的蒙古是谁 不知道 不敢问 知道了 事就多 不问也知道 就那么几个人 少林寺会人 玉面萧书生 玲珑山庄十三夜 三 选一 可这三个人 都没来参加五人大会 真正的大哥 永远在恶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千真是比较好 靠近一些 接近一点 问你为何流泪 流连的烟 漫长的清疊 你无解 逃离一些 远离一点 问我 为何不归 虚有的罪 残念的火焰 不断在蔓延 抵制残忍的世界 冷空无尽的世界 回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改造这个世界 不必缺练 全新的世界 全新的世界 红红的世界 华丽的世界 一样的世界 我爱的世界 终结的世界 完美的世界 靠近一些 接近一点 我恨你 又蔓延 第一只残忍的世界 冷空无尽的世界 回了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 改造这个世界 不必缺练 全新的世界 全新的世界 冷空的世界 华丽的世界 一样的世界 我爱的世界 完美的世界 这世界 我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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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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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探子留下的 这地方安全 老人家 今早 物好大 林子里就这样 等太阳出来了 就好了 客官 想吃点啥 干粮 我们带了 那 我给你们少点开水 水 我们也有 不吃我都不喝我的 把我这儿当成了黑店了 大人家 银子 我们照付 借您的风水宝地歇一会儿 银子 不败咬你的 嗯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这是我自家酿的酒 你们出门在外小心点也好 省得把你们毒死 如何 有 四 ים 我们 明天 没 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的雾好大 酒快散了 所有人的司法都一样 脖子左侧一刀毙命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人是右边的 他叫唐玉 是苍州军营的第一高手 用的是一把零蛇剑 武功与我相当 应该是这一把 不过有件事情很奇怪 按军营规定 除非是寿命者 其他人不得离开军营 可唐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他叫许安 是苍州的知府 为官清政 性情耿直 在苍州得罪了不少的人 许安和唐玉 来京城干什么 唐玉应该是为了保护许安 才私自处去赢的 两人为什么假扮成商人 才敢杀 汤州 发生了什么事 得去趟藏州 我要先见一个人 谁 鬼忧 你说的是天下第一驻见 是鬼忧 我想问问他 这天底下到底有什么兵器 能削断灵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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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 这水里不知道有多少云湖 鬼忧偏爱这鬼地方 死人多的地方 比活人多的地方更清静 日后定让师父来为他们超渡 死人多的地方 鬼忧 你鬼鬼祟祟 躲躲藏藏的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吗 晚辈李少白受家师惠卿之托 来探望鬼前辈 胡说 我怎么不知道慧卿收过徒弟啊 鬼贤匪 小心 鬼贤匪 你进来吧 香 真香 真香 前辈您说我像 我 我说的是像木头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慧卿的徒弟 是 慧卿这个老东西还没死 师父的身体一直很硬朗 还托我给您带好 你又再说谎 你又再说谎 慧卿知道我喜欢酒 如果真是他让你来 一定会让你给我带酒 来 来 喝一个 好酒 好酒 你还算是实话 这酒 叫醉玲珑 天底下只有一个地方能酿出来 就是皇帝老子 他也喝不到 醉玲珑 说吧 带了一个捕怪来找我 什么事 苍州军营 唐玉死了 是死于一把奇怪的武器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您是天下第一的驻剑师 一定认得这把短剑 不认识 不认识 不知道 剑都没见过 可什么兵器 能削断这把剑 您一定知道 不知道 不认识 听都没听过 不认识 千辈是不想帮我 你可以走了 李大人 你没事吧 你还不知道吗 他知道 但我敢说 听都没说 人家 你连你连你 你 前辈 云前辈 前辈 那个船漏水 少来的都家好戏 念不死他 李少白 我贵佑打了一辈子刀 没想到今天要死在刀下 李少白 你带着外人的害我你 你还别说 不 我这把刀杀过贪官污吏 强盗贼寇就是没有杀过铸剑的 狄大人这把刀是用赤珠删铁打造的 起码有三十斤吧 不止 四十八斤 留两七千 这么重 又这么锋利 瞬间刺入人的身体 应该感觉不到疼痛 那是必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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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让我说 先给我解开 那可不行 给你解开了 你肯定要跑 先给我告救 给我救 给我 给我个酒 给我个酒 给我个 给我个酒 给我个酒 酒 救 给我救 救 阿强 躺了开 阿强 躺了开 酒瘾还挺大 就是死 也做个醉死鬼 你说了 我再陪你喝一碳 天下能笑断灵舍间的兵器 只有一剑 那是在我阴退前 用飞祸云石打造的 两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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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剑 非剑 死刀 非刀 可分刀剑 良勇可合而为矣 他是耗尽了我毕生的经历 转为一个爱剑之人 刀剑之人 刀剑之人 那剑的主人 是谁 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 你打不过他 也斗不过他 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每年七月初期 总要派人 给我送鸡坛好酒 每年的七月初期 每年的七月初期 那就是今天 没人 拍照 好 是吗 这 这 不 把 你 你看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如果 不给鬼前辈喝酒 他也许就不会死 鬼优的死跟你没有关系 一个嗜酒无命的人 就算摆在他面前是毒酒 他也会喝进去的 如果能找到给鬼优送酒的人 就能救出真正的凶手 求我何果 很特别 只有一个地方能亮出来 什么地方 天下第一酒庄 玲珑山庄 这个地方我知道 玲珑山庄庄主十三宴 活学天下武功 七岁开始练剑 十五岁就挑了五大门派的 所有剑术高手 人送外号 五汁 这玲珑山庄 怎么敢用龙门啊 太上皇曾在这里瓶酒歇脚 所以就起了这座玲珑亭 玲珑山庄也因此得名 太上皇曾在这里品酒歇脚 所以就起了这座玲珑亭 玲珑山庄 赤玲珑 大人 我家庄主有请 带路 一位 二妹来我玲珑山庄有喝贵干哪 添酒 你一个开封的不快 千里迢迢跑到苍州 只为淘宛酒喝 现在的差事是不是都很清闲呢 玲珑山庄号称天下第一大酒庄 燕庄主不会连一杯酒水都舍不得吧 酒我有的是 只怕你们喝不完 我玲珑山庄有美酒百种 不知二位要品尝哪种啊 醉灵笼 这种酒现在没有 即使有 二位也没资格喝 你根本就不是十三宴 十三宴除了有一个五吃的称号之外 还有一个称号 叫剑神 一个爱剑如命的人 身边怎么能没有剑呢 再说了 就凭你 好像和剑神二字毫无干系 我说过我是十三宴吗 你个蝼夷不快 就不要在此阴阴全废了 停了 玲珑山庄牵扯重大命案 你最好把十三宴给我叫出来 我夫君十三宴 已经死了 这位是 我是这山庄的女主人 十三宴的妻子 这位是我丈夫的异地区方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两位官爷 恕罪 这是我家公子的陵墓 十三宴是怎么死的 喝酒醉死的 醉死的 是 一派胡言 虽然我没见过十三宴 但是我知道 以她武功的内力和修为 绝不会死在一滩酒上 武功再高她也是人哪 世人就难免伤神 饮酒过度 十三宴 山怀盖世五 与倾国倾城的绝世女子 成亲后 便退隐将 一个占尽天下 所有名利幸福的人 还有什么想不开 都要开关验尸 使不得 使不得 你敢拦我 谁拦我 就以杀人者同罪 开关 你敢 庄主 谁敢挖我义兄的坟 我就割掉他的人头 再拦我 不再拦我 帝大人 你把灵狼山庄 当成什么地方啊 我 我 还想说 你 你 要 要 帝 可你再强 也抵不过你身后的这些苍州捕快 我告诉你 今天这份开也得开 不开也得开 我们并不想对死者不敬 十三雁与玉庄命案有关 我们也是被迫出此下策 如果开关后证明十三雁真的死了 我们一定向死者赔罪 也算洗清他的不白之缘 拿谁的人都赔罪 你的还是他的 用我的 用我的命 给他赔罪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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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 韩武是什么时候来的苍州 我们在鬼谷的时候 她就已经到了 可凭你的官职 怎么能跨区产 沧州府 卢为何会听你调遣 大理寺少卿 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身份 虽然我一直身在开封府 却直辖于大理寺 受皇上密令 清查州府叛乱 州府叛乱 根据我们的线报 有人集结宫内势力 联络各地州府 密谋反叛 沧州的事 只是冰山一角 许安和唐玉 应该是接到了反书 要紧经面胜 才达到灭口的 所以他们假扮成商人 才敢上路 谁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和胆子 应该屈指可数 大夜查 这些人在接到反书的同时 也都接到了夜查令 逐步顺从就必遭灭门 现在已经有十几位官员 无辜惨死 他们追杀许安和唐玉 应该是想找 他们再找一份名单 这位就是沧州的总仆头唐玲 唐玉 就是他哥哥 我哥哥和许之府 两个月前收到宫里的反书 却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谁 未查清真相 他们一边假装顺从 一边秘密收集 各知府已经便捷的官员名单 准备上报朝廷 这本名册上 记录了所有密谋反叛的官员名录 如果能找到他 就能把这些乱党一网大解 可现在许安和唐玉都死 我们又该去哪儿找这份名册呢 如果能找到十三页 就能找到名册 十三页不是凶手 因为他 不可能杀我哥哥 月儿 这么多年 我的心思 你是明白的 你为什么要骗我 告诉我 十三页去哪儿了 你怎么还能问我 我怎么知道 我不会伤害他的 他是我兄弟 官府通缉他 我自然要为我兄弟 想一条万全之策 是吗 如果十三真的还活着 那你就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找回来 你知道今天带头儿挖坟的是谁吗 是苍州府的唐宁 这把剑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我自己的家人 门前辈 你是不是 这个人 就是 你好 我想 只是虚有其妙 真正的云铁 会是这个声音 十三眼失踪了 两一剑也是假的 十三眼拿着真的两一剑 杀人了 杀人 bob 杀人 杀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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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三 你到底在哪儿 十三燕在哪儿 我正在找他 你可真是个蠢货 十三燕的死祸都分不清 竟敢让人开关掩尸 竟敢让人开关掩尸 我以为十三燕死了 要是主上怪罪下来 咱们都得死知道吗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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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我给你送药来了 你还要睡得着 一点点吧 我也是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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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